如何使用特修到期转换设定 此功能提供个人或系统管理者 可以在每一年度休假开始日后设定 当年度剩余休假天数的研修方式 系统预设也会在特修到期前30天寄送mail 提醒特修即将到期 可致此功能进行设定 以下为操作说明 从功能清单中点击特修到期转换设定 进入页面后 可以先确认特修资料是否正确 确认完无误后 请点击编辑按钮 依公司规定 员工可以在休假研修方式 选择折线或是递严 选择完成后 请点击存档按钮 即可完成 特修到期转换设定